假如发生战争,我国14亿人口,一人捐100元,总计1400亿人民币,在战场上够打几天,又能买到什么装备呢?俗话说,大炮一响黄金万两,战争打到最后,比拼的就是谁的钱袋子更厚,美国为什么能在全球各地发动战争,就是因为家里有钱啊。 但我国老祖宗告诉我们一句话,国随大,好战必亡,近几十年以来,美国为了维持其霸主地位,不断以世界警察的身份,在世界各地频频挑起战乱,然后自己待在后面享受战争红利,但有些时候,美军会亲自下场solo,可最终也逃不过被拖进战争泥潭的命运,比如说阿富汗战争,伊拉克战争等等,到最后都是赔本生意,就连财大气粗的老美都因为承受不住昂贵的军费, 不得不匆忙地将美军从中东战场撤离了,那么现代战争到底有多少钱呢? 监狱五国自从上世纪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,已经将近四十年没有打过仗了,所以我们就拿美国的战争开销来举例,世界上公认的第一场现代战争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,美军以秋风扫落意之势,仅仅只用一个半月的时间,就击败了号称世界第四强国的伊拉克击败,可在四十多天的时间里, 美国就付出了将近八百亿美元的代价,光看这个数据可能觉得没什么,但你知道1991年我国GDP有多少吗? 仅仅只有不到3800亿美元,相当于光是一场快速战争,就打掉了我国当时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,所以这场战争才会让我国震惊,因为差距实在是太大了, 而这还只是上世纪的战争,到了21世纪,现代化的武器性能又都上了一个台阶,造价自然更贵了,伊拉克战争,美国从2003年一直达到2011年, 七年的时间,美军共砸了大约7630亿美元,阿富汗战争13年的时间,美国耗费了3200多亿美元, 而这些还只是战争期间军队的花费,等到战争结束后,需要花费的钱就更多了,部队更换装备,救助商员,金钱补助,战后重建等,每一项都需要巨大的金额, 特别是一旦陷入持久战,将会是一个永远填不完的无底洞,因此就算财大气粗的美国也承受不了这样的开支了,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假设一下,我国如果打一场仗会花掉多少钱,按照现在的数据来计算,我国陆军一发125毫米的穿甲弹, 造价大概在1万人民币,一辆99式坦克造价大约1600万人民币,按照这个价格来计算,坦克只要发射一颗子弹,就花掉了1万元, 要是上百辆坦克参战,一轮子弹齐发,100万就没了,如果再加上油钱,维修费等等,价钱将会更加惊人, 但海军方面,我国辽宁号航母的造价大概在300亿人民币,而这还只是建造费用,如果把燃料费用航母上武器的价钱,后期人员的费用算上, 恐怕军费的开支要翻一番,就像现在,辽宁号出海一次的各种费用加起来,就有上千万人民币,这真是实打实的吞金去寿, 最后是空军的装备,一架歼20的造价在8亿左右,一架歼16的造价在4.5亿元左右, 采购一架俄罗斯苏35BM战斗机需要花费5.5亿元,简单估算下,我国想要组建一个战斗集团就要花费300亿美元, 以上所有的费用还只是算了建造费用,如果真的战争发生,其他方面的资金消耗只会更多, 就像在海湾战争期间,美军一个步兵师一天消耗的物资就高达5200吨,所以说战争打的是钱,这话真的是一点没错, 就算我国14亿人民一人捐100,总共1400亿人民币,换算成美元有200亿美元,虽然看起来非常多, 但就算是在30多年的海湾战争,也才仅仅够支撑一个星期左右,而放到现在来看,甚至就连一个战斗集团都组建不起来, 显然,在现代战争中,无论一个国家有多强大,也难以维持持久矿日的战争消耗, 所以我国才是追求和平的国家,从来不会主动挑起任何一项战争,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好欺负,如果有国家胆敢侵犯我国, 那么它面临的必将是我国的雷霆之机,最后问大家个问题, 如果我们打的是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国家,大家会捐款吗?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